中文字幕志愿者 全國都是三級,警戒期間 請民眾外出務必全程戴好口罩 口罩要戴好戴滿,不要露出口鼻 如果經勸導不拚,將依傳染病防治法開罰三千到一萬五千元的罰款 請民眾務必要戴好口罩 這兩個案例的話是我們在執行火車站跟市場的宣導的時候 發現民眾口罩沒有佩戴或者是說沒有把口罩戴好遮住口鼻的狀況 經過本所給予口罩還有給予勸導之後 民眾仍然沒有把它戴好 本所就依傳染病防治法予以告發 依傳染病防治法的話 口罩未戴好將開罰三千到一萬五千元的罰款 不能把口罩拉到下面或者是拉到下巴 一定要遮好遮滿,將口鼻完全遮蓋住 才算是戴好口罩 如果沒有依照上述標準 警方都會予以勸導 如果勸導不聽會再予以告發 以前遇到的民眾都還算配合 那警方的勸導之後他們都會來戴好口罩 目前還沒有遇到反抗的情形 我相信大家找防疫單情警戒直接 大家會說五千元在口罩 保持安全社交距離 勸導附近會開罰三千到一萬五 請大家互相配合互相提醒 單情警戒直接請大家多多配合 落實安全社交距離 勿力配戴口罩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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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現在都去 今天用 都在外帶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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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